大家好 我这个茉莉花呢 这几天这个花苞绿绿绿的开始凋谢了 因为它毕竟也开了好多天了 那么这个茉莉花开始凋谢 我们怎么正确给它养护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给它修剪 因为这个茉莉花凋谢之后 这个花杆比较长 还是很浪费营养的 我们要及时给它修剪掉这些开拜的花杆 这些花杆不但不好看而且非常浪费营养 一定要及时给它修剪 修剪的好处呢就是保持充足的营养 准备给它下一次开花 这些过长也要给它修剪掉 修剪的同时呢 我们还要观察一下底部的一些芒汁 这些没有用的芒汁也要给它修剪掉 这个芒汁呢也是非常浪费营养的 而且它也不会开出花来 我们必须要狠心一点 不要舍不得 舍不得的话它就浪费非常多营养 影响下一次开花 当我们把它修剪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就是给它促使第二次开花了 但是这个促使开花呢 还要过个十天八天这样子 再给它进行促使开花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茉莉花 这个花败之后该怎么正确处理 下一次跟大家分享 怎么给这个茉莉花促使它第二次开花 让它开花更加多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